像我们在做Java的时候 我忘了是不是Race了 然后我们在 在做Java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后面 直接在函数后面跟上这个Exception 或者在里面去TryCatch 对不对 两种方法都可以用 那么这就是我们Exception的一个作用 以及如何把它匹配上 这个能力极了 好 我们再往下看 Port Port我说了 它是一个端口 那么你放到外头是不行的 你看看 放外面不行 那么要放在哪呢 要放在里边 Port1 你确定它是一个服务 还是一个普通的行为 这个一般情况下 你不用去管它 你就给它取一个Port端口就行了 然后out 这个方便我们以后连线的 有时候用 也就是说 以前我们在连线的时候 你看association或者其他的依赖 我们都是类到类 对不对 不能表示出他们具体函数到哪个一块 函数到函数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端口 这个可不是我们语言里头的概念 我们加到语言里头 可没有端口的一个东西 这是画图的方便 Port就是内部对象 你看到没有 这个是一个内部对象 属性对不对 那这个其实 你在生成语言的时候 它和我们在这儿是一样的 你看到没有 我画了一个这个在这儿 它这儿是不是就多了一项这个 只不过这个更多的 它会表示是它的一个实力 是它的一个实力 这个不要求大家手 用就是手画 不要求大家手掌握 画个这个好难看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关联 所以我们在上面的话 我们重点掌握类 接口 就是我们的节点上面 类 接口 呃 美举和我们的异常 就可以了 当然这类还有一些变化 包括 abstract 抽象类 这些对吧 都知道怎么弄就行了 要求都要手画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关系线 首先是association 那么这几个 从它到它全部都是association 这跟我们以前一样 后面的无非就是association的一个变种 或者特殊情况 这个我相信大家到现在已经很熟悉了 那么 关联是什么呢 关联就是指我们类和类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它们在连接的时候 往往是以一个内部属性的这样一个方式来去定义 比方说 我们这不是有一个类 叫user manager 对不对 那好 我再定义一个类 叫user 好像上头有一个 user 上头有了 我现在要建立 它们二者之间的关联 那么user manager里面 肯定会用到我们的user对象 对不对 所以它们俩是不是有关系的 因此 我们就给它们一个关联 你看 这个association就建好了 当然我们知道 现在这个关联是不是双向关联 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对你的程序 要求并不是很严格的时候 或者说 它们在一个package里面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互相调用 这个都没问题 对不对 一般情况下可以 但如果它们不在一个package内 我们是不是要注意 不能循环引用 这个能理解吧 不理解 它在一个package内 它不存在循环引用 不存在 一个package内 是可以互相调用的 所以 这个就好像 以前很多 有的语言里头 它是 只是在不同的DL 不同的类扣里面 才不能互相循环引用 所以这种画法 我们是支持的 这种画法我们支持的 但是在这里 我认为 OK 我们的user manager 用user user不会用到user manager对象 所以我就干嘛呢 我就给它单向关联 这应该是把谁去掉 应该是把这边的箭头去掉 把user manager 这边的箭头给它去掉 那么 这个就是 我们是不是就 我们下面定向关联 那么 在做关联的时候 我们就要考虑 user和user manager 它们之间 既然有一个定向关联 我要不要考虑 那定向关联 我们就说了 它的代码 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user manager里面 有了一个user 我们的user manager 有了一个user 那么有了一个user 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 给它起一个实力的名称呢 对吧 因为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没有实力的名称 当然一般情况下 我们可以不用管它 但如果你要生生代码 我们是不是比方我们定义一个 什么private user 后面是不是要跟一个实力名字 才行 在这个类里面 所以我们给它 在这个associate里头 给它起个名字 给它起个名字 起个名字叫什么呢 比方在我们user manager 这一段 给它起个user的实力名称 比方说叫muser 我随便写 你看这是不是就出来了 而且你要给它 比方我们给它定义 它是一个private 你看 这个能理解 就是我边讲 大家边在脑海里 形成你的代码 那么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它们能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代码 我们来瞧一下 直接看原来manager 生成错了 等一下啊 我看一下是不是 是不是哪儿生成错了 这是我们的user manager name user user name 这里我们看一下 好像这边名字写反了 应该写到 写到这一头来 应该写到user user的写一头 他 关联他 要调用他 那么他的实力 我们把它写到下头来 这也选private 就是在这个对象 它的实力是我们的实力名称 是muser 我们再来生成一下 这个地方注意啊 照有一个选项 叫生成没有名字的sociation end 也就是说默认情况下 如果这个地方你不起名字 它是不会生成这个属性的 必须要起了名字才会生成 但是如果说你希望它生成 你就把它这个点上 就不起名字也会生成 它会给你随意的去命一个名字 我们来看一下生成代码 大家看 这是不是就生成了 但实际上这个代码 我说了 我们在开发中 真的不会用它 对不对 因为按照属性 这个 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下面真的那个属性 它没给我们生成 只生成了这一块 对不对 而且这个工具又不支持模板 又不支持模板 至少 至少我们现在没看到 哪配置模板 那么 同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两个接口 是不是也用上了 你看它两个接口也实现了 这个地方 它为什么会把这个地方 当作一个接口呢 不是因为这个标枪 而是因为你用了实现的这条线 所以我们在定义的时候 以后你完全可以用内的方式来定义这个接口 比这样子 如果你希望看到它的属性和方法 比这样子是不是更直观 对吧 如果你不希望看到内部的属性和方法 那你就还是用它 也没有关系 那么user我们也来看一下 user有我们定义的这样的一个属性 并且给它复了这样的一个出值 还有我们的添加 添加对象 添加对象的这样一个方法 你看这是我们设置的这个属性 给它一个出值 和adduser 这样的一个方法 这个是不是基本上是如我们所想 只不过我们就知道 以后attribute在这个里头 它就生成那么一行而已 就行了 对不对 这样子你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 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想象了 那么好 现在我们association还没有学完 我们association是不是已经会给它们起 加两端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名称了 我们也知道方向了 对吧 下面 我们user和我们的user manager 他们之间 他们的关系是一对一啊 一对多啊 我们现在要说一下它的一个多样性了 它是一对一啊 一对多啊 多对多啊 这些关系 还是什么关系 那所以按照我们原来的想法 比方说 我认为user manager里头 可能会是一个 一对多的这个user 就个例子 一个user manager 会可能会用到多个users 它的实力啊 那好 我们就在这下面 做一个多样性的这样一个标识 在这个地方 那么在user manager端的话 我们给它设定为一 在我们的user端的话 我们给它设定为多 注意这个写法啊 这个手写的写法 大家要回 好 你看他们的关系 是不是也出来了 明白吧 这个关系有什么用呢 有的朋友就会问了 桑迪 这个关系定义了过后 他们生成代码 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没变 再看另外一个 是不是也没变 看没有 也没有变 所以这个关系定义了 其实对我们代码是没用的 你不要认为 这个关系定义了 是不是 生成一个集合 不是 你要做一个list的集合 你得在旁边 再去建一个user list 明白吧 自己去做一个集合 这样子才是形象的 所以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那你说那定义它干嘛呀 有用吗 分析我们对象的关系 分析完对象关系 对什么有用啊 对我们将来建立库表有用吗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我们这个是不 它是跟我们编码是可以对应的 但它似乎又不是那么严格的在对应 对吧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条线还有什么特殊情况 我把这个箭头继续给它加上 我们看 它还有什么特殊情况 我们看这边选项里头 有一个我们还没用呢 这个 aggregation aggregation是什么意思 聚合对不对 我们一想 下面还有聚合和组合 aggregation 好 我们选一下 aggregate 选中聚合 但是 这个时候方向一般就错了 这个 起码我们试到怎么化了 聚合怎么化呀 就是在一头 由一个空性的菱形所构成 组合怎么化呀 comportate 是由实性的菱形 这个地方有一道面试题 大家要注意了 Sandy刚回成都的时候 当时面了一家美国公司 别人问 UML 熟不熟悉 我说他也熟悉了 他就好 那我问问你问题 当时电话面试 我当时还没到程度 当时还在北方 他就说 那你告诉我 聚合和组合 分别用什么图形表示 我回答的 我回答反了 我说聚合是用实心的菱形 组合是用空心的菱形 反正我当时就回答反了 他说你确定 我当时说我确定 然后后来他说 那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说 那可能就反过来 那就反过来 我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这些东西也不记 对不对 也不记 但是后来 后来我一查 我发现我回答反了 然后我就硬是把它给记下了 硬是把它记下了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些 后来他又问了 那聚合和组合有什么区别 这个我倒是回答对了 好 那么我们在画这个的时候 我们来好好地说一下 这个聚合和组合 聚合和组合 我们说了 实际上就是一个构成 构成的这个关系 对不对 你给我个例子 哪些你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关系 你认为是聚合的关系 构成的 一个起程的零件 那是我说的例子 你再举一个 电脑的配件吗 好嘛 电脑 PC 下头两个线我就省略了 这个是Cable 这个是MOS 这个CPU 这是RAM 举个例子 我们把它连起来 PC是由他们组成的 对吧 那么它跟PC的关系 是举个例子 是不是一对多 对吧 跟CPU 它跟RAM 也是一对多 这两个 是不是一对一 一对一 你看我们把关系小 那么现在它 我们认为 电脑是由这些零件构成的 那么它是 就是一个聚合关系 对吧 那那个零星 画哪边 画这边 大家把它画上 这个 就表示 它是由他们组成 那么好 那我上天又说了 组合呢 组合又是什么关系呢 还有 我们即便先不说组合 请问一下聚合这个地方代码 会有什么变化没有呢 猜一下 代码上面会有什么 跟我们原来的 简单那个association 有什么差别没有 就不存在 那个PC了 不存在PC这个类了 怎么可能啊 你类画都画上来了 对不对 PC就是他们的组合呀 怎么还存在 这个PC呀 但是你类都已经 你只要有类 你画到这个 这个UML的图里面 它怎么可能 没有代码呢 没有差别 我可以告诉你 没有差别 就是让大家有这个概念 就是它跟我们代码 又不是完全一一对应的 像这种 因为在我们的代码里头 聚合和组合 它只是个逻辑概念 在我们代码物理实现上 你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去物理实现 或者说实现的方法太多了 对吧 所以 所以记住 它还是一个Sociation 所以这几条线都是Sociation Sociation就是内置属性 好 那么在这些过程之后 我们又上一个组合 组合呢 它是同生共死 我说了 它跟聚合的差别 就是同生共死 哪些同生共死呢 比方说你生产一个产品 拖拉机 我生产一个拖拉机 这个拖拉机由轮子啊 引擎啊 和机身组成 它没有了轮子 这个拖拉机 是不是我们就认为 它不能称之为拖拉机了 这个就是一个组合关系 明白吧 聚合更典型的用在哪 一个公司 由谁 由办公室 由职员 由 就或者说 准确的说是 由财务 由开发者 由部门经理 这样子所构成 我们可以这样说嘛 在人员结构上 对不对 但是缺了谁 这公司都还在 是不是他们的构成相对松散 对吧 所以这就是聚合和组合的一区别 那细细细体会啊 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 还是有一点差别的 那么 其他的也没什么好说的 就这就是聚合和组合 这就是我们的这四个 这四个对 呃 关联线 这四个关联线 我们在这把它画一下 比方说 再给它建一个类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